有這個萊克多巴胺會在馬尾開放 進口來臺灣這個事情 之前就是有些關係 有政家地方的這個主題條例 規定說來這裡能檢出 不過含著行政議員說 全部有蓋到中央的法條 所以說這個地方主題條例是不好的 只要有本來議會就少說要來申請施限 現況的法定 今天是調開言訴文論 大法官不當政治不憂 想把貴案議員常選人 替失犯他頭前下完 都是為了來臺的實現案 因為部分的管治政府正在地方主題條例 規定來客多巴胺就要量檢出 去讓行政議員選佈地處中央所以不好 台北 台東 台南加議 頂頂的市議會 少年申請實現 現況法定自治調去言訴辯論 在三級警戒的情況之下 同樣的各地方機關 對於警戒再加強 可以不斷的加高規定 因此我們認為基於憲法所保障的地方自治權力 本來就是地方立法權所應該享有的 你今天呢你就說這個會影響到國際貿易 怎麼樣就來限制我們 這樣是不是變相就是無限上綱 以後呢有認識鞋子啊 衣服啊 甚至呢有一些有害的物質 都要說這是國際貿易 所以就限制地方的自治權 中央不准電風 反正來協助不安的量 他們去國地的煩惱 電風議會主張說 中央違反款力分立的關節 用行政款侵害電風主題 那如果電風立法的寬憲 不可以逢不斷 他不一樣的地方來規範 捍衛人民的健康 負合安全容許值就是安全 沒有所謂更安全最安全的問題 如果一個在左營高鐵上車 要賣販賣的紅燒牛腩便當 配菜有共玩 請問他沿途經過台南 嘉義 台中 最後停靠在南港 如果說按照申請人所說的地方 可以各自為證 訂定標準的話 這顆便當有可能是 只要尊重中央的標準嗎 代表會好報告行政院出席的律師和教授 講了講擁有殘留的標準 要讓中央專制定出來 若是讓電風自己訂出幾範 中央的款式會變成是有哪不 也讓國座部有出現重來 裡面的政議若有到憲法法定去 中央跟電風不一樣 在法定電氣結合共鴻 現在綜合報告